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亚洲人追捧特斯拉 台湾基士顿考虑在马来西亚进行基板投资 朝鲜半岛仍然分裂 印度的外交政策有多印度教 在朝鲜半岛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孟加拉国寻求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 请大家收看 亚洲人追捧特斯拉 台湾基士顿考虑在马来西亚进行基板投资 日经亚洲 印度和东南亚的政府正积极争取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的青睐 以吸引他们国家的投资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邀请马斯克探索在印度投资电动出行领域的机会 而商务部长提优时 戈亚尔则访问了特斯拉在加利福尼亚的工厂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领导人 也呼吁特斯拉老板在他们的国家投资 随着对去碳化的兴趣在印度和东南亚蔓延 政府正专注于吸引特斯拉等电动汽车制造商 而美国则致力于将电动汽车供应链与中国分离 朝鲜半岛仍然分裂 经济学人 根据资深朝鲜观察家罗伯特 卡林和西格弗里德 赫克尔的分析 朝鲜独裁者金正恩已经做出了战争的战略决定 金正恩的政权对韩国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声称两国不再是一个民族 并下令关闭与韩国打交道的部门 然而 专家们认为金正恩更有可能是利用好战姿态来与美国进行谈判 并且他不愿冒险发动一场可能对他的政权造成动荡的战争 印度的外交政策有多印度教 经济学人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Sobraman Young-Jishankar出版了一本名为《为什么巴拉特很重要的书》 认为印度的外交政策应该基于其文化遗产 苏杰生使用印度教史诗 如《罗摩也纳》和《摩河婆罗多》来说明他的观点 并认为印度的文化应该指导其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 这本书被视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下的印度外交政策 向民族主义立场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 批评者认为 这种方法排除了印度的非印度教和自由主义传统 在朝鲜半岛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外交官 2024年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升级 朝鲜宣布不再追求与韩国的和平统一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最高人民会议上的讲话中 下令将韩国重新定义为头号敌对国家和永久主要敌人 他还解散了现有的朝韩机构 并呼吁废除连接两国的铁路 韩国则威胁对任何朝鲜挑衅采取更强硬的报复 两国之间的敌对情绪升级引发了对意外升级和冲突的担忧 平壤升级紧张局势的动机可能包括在韩国和美国即将举行的选举前加强其外交地位 以及转移对内部斗争的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朝鲜可能会增加其挑衅性的军事活动 而韩国和美国可能会采取相应的威慑措施 两国之间威胁感的增加 以及朝鲜发展战术和武器的行动增加了危机中和升级的风险 为了减轻这些威胁 需要结合军事威慑和积极外交的手段 韩国因优先恢复与朝鲜的军事和外交对话 并考虑采取部分制裁解除 减少联合军演和提供人道援助等措施 以吸引平壤回到谈判桌 与中国和日本合作 强调约束朝鲜侵略行为的重要性也可能是有益的 继续仅仅依靠威慑可能适得其反 增加冲突的风险 孟加拉国寻求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 德国之声 孟加拉国需要谨慎的平衡与印度和中国的利益 该国的新总理得到了中国和印度的支持 同时也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 去年 由中国资助的价值12亿美人的 科克斯巴扎尔潜艇基地的启用 引起了印度的担忧 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试图秘密进入印度的影响范围 美国国防部2023年的一份报告还警告称 中国正在考虑在孟加拉国设立解放军军事后勤设施 中国比亚迪将在印度尼西亚建设电动汽车工厂 金融时报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投资13亿美元建设一座电动汽车工厂 已成为该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品牌 这将是比亚迪在中国以外的第六家汽车工厂 此前分别在巴西、匈牙利、墨西哥、泰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设有工厂 该公司还在考虑墨西哥作为一个潜在的工厂地点 以服务美国市场 比亚迪希望超过去年印度尼西亚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型号 并且致力于在该国建立一个电动汽车生态系统 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涅储量 涅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组成部分 中国发现了一座百万吨级的锂矿床 对电动汽车电池行业来说是一个福音 南华早报 中国发现了一处大型锂矿床 彼是该国不断增长的新能源行业的关键材料 对于大规模市场的电动汽车至关重要 中国已经拥有全球约7%的已知力资源 位居玻利维亚 阿根廷 美国 智利和澳大利亚之后的世界第六 这一新发现 预计将增加中国的理供应 减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 这一发现 还将为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行业 带来进一步的投资 使中国成为全球可再生电池中心 艺术家苏惠宇在新加坡艺术州表示 我开始意识到身体是政治的 金融时报 台湾艺术家苏惠宇 以突破界限的作品而闻名 探索着违规 性别和政治压抑等主题 苏对违规的兴趣 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人民在戒严时期 所经历的集体性压抑 他的作品旨在表达当时普遍存在的背景欲望的记忆 苏的艺术作品在保守的环境中 如新加坡经常面临审查和限制 他的电影超级禁忌 在新加坡没有获得评级 无法由亚洲电影档案馆放映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苏继续创作突破界限 挑战社会规范的作品 他最近的项目探索了台湾历史上的压迫与解放主题 以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苏对技术的无序发展及其对亚洲社会的影响 以及台湾的政治局势表示关切 然而 他也将自己的艺术视为拥抱混乱 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方式 美元主导地位引发市场干预担忧 彭博社 投资者担心随着美元对主要货币走强 央行可能会干预以保护本国货币 台湾央行本周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 以安抚投资者 此前全球基金削减了对该岛股票和货币的持有 预计韩国和中国也将干预以支持本国货币 预计日元也将成为目标 分析师表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较大的国家 如果美元继续走强 可能难以支撑本国货币 泰国一家上诉法院判处一名活动人士 侮辱君主罪50年监禁 美联社 泰国一名政治活动人士 因侮辱君主被判刑50年 创下了记录 蒙昆 迪勒科特被判犯有25项违法行为 根据该法律 每项违法行为可判3至15年监禁 此前该罪名的最高刑期为87年 但被告任罪后减至43.5年 批评人士认为 该法律被用来压制政治意义 自2020年开始的亲民主抗议活动以来 已有260多人被指控侮辱君主 一项价值49亿美人的日本交易为 美国建筑商带来更大的并购前景 彭博社 日本房屋建筑商积水已同意 以49亿美元收购美国房屋建筑商 NBC Holdings 这笔交易是日本公司寻求海外增长的趋势的一部分 因为该国人口正在下降 其他日本房屋建筑商 包括大和房屋集团和驻友林业集团 也在美国市场活跃 NBC股东将获得每股63美元 比周三收盘价高出19% 阿尔默尔 尼克尔贝里寄希望于马丁、路德、金 经济学人 阿尔默尔 尼克尔贝里是1968年2月孟菲斯市的1300名皇位工人之一 他们在两名同事在工作中丧生后 要求市政府给予他们的家人适当的赔偿而举行了罢工 罢工一直持续到4月 市长亨利、洛布拒绝承认工人们的工会 在此期间 尼克尔贝里每天工作长时间 工资微薄 没有福利待遇 他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但在孟菲斯 黑人男性的机会很少 他在4月3日马森寺庙听到马丁、路德、金的演讲 并受到了他所听到的话语的启发 演讲集中讲述了改变的力量和黑人能够产生影响的能力 第二天 金被暗杀 世界将目光投向了孟菲斯 一个月内 市政府同意给予皇位工人 他们一直要求的公平待遇 包括更高的工资、福利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尼克尔贝里一直从事皇位工作 直到80岁 他知道自己受到尊重和重视 他相信金的努力 帮助工人们从被不尊重的小伙子 崛起为受人尊敬的男人 不断下降的生育率正在为拉丁美洲带来问题 经济学人 拉丁美洲面临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 这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增加所导致的 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给该地区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包括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成本的增加 以及劳动力缩减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在努力应对这些问题 面临养老金赤字的上升和老年人服务的缺乏 该地区必须找到解决方案来满足其老龄化人口的需求 否则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 日本的已婚妇女正在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经济学人 近年来 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日本女性人数显著增加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 过时的税收和福利制度 以及文化规范 传统上阻碍了日本女性在家庭外工作 然而 随着日本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减少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文化态度正在转变 但过时的家庭法律和企业文化仍然是妇女晋升的障碍 为了进一步鼓励妇女就业 专家建议男性和女性需要更公平地分享家庭责任 Arctelix的所有者能否重振中国在美国的IPO市场 经济学人 中国体育用品公司安踏体育Antesports 在2019年带领财团收购了芬兰品牌Ama 现已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申请首次公开募股IPO 此举被视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外监管机构 加大审查力度下能否在海外上市的一次考验 Ama拥有Arctelix、Salmon和Wilson等品牌 希望能筹集高达63亿美元的资金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亚洲的一些新闻 首先 我们看到亚洲人对特斯拉的追捧 印度和东南亚的政府积极争取特斯拉的投资 希望吸引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在他们的国家投资 随着对去碳化的兴趣不断增加 政府们致力于吸引电动汽车制造商 而美国则希望将电动汽车供应链与中国分离 这无疑将为亚洲带来更多的投资和机会 接下来 朝鲜半岛的局势依然紧张 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对韩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然而 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为了与美国进行谈判 而不是真的要发动战争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朝鲜的动向 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外 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外交部长表示 印度的外交政策应该基于其文化遗产 这被认为是印度外交政策向民族主义立场转变的一部分 然而 批评者认为这种方法排除了印度的非印度教和自由主义传统 在孟加拉国 他们需要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 孟加拉国的新总理得到了中国和印度的支持 但也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 他们需要平衡两个大国的利益 以确保自己的发展和稳定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关于电动汽车的新闻 中国的比亚迪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建设电动汽车工厂 这将使他们成为该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品牌 同时 中国还发现了一座大型的锂矿床 这对电动汽车电池行业来说是一个福音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可再生电池中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能为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信息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欢迎和我分享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